1、2、2、3 阿劉醫院 你想怎樣 你別這麼吵 其實我們當我舅父還炸彈給你 現在就給你兩條路 一,你就下車 看看能否成萬輝那班人走得快 2、1、2 繼續拿回車 看看炸彈能否炸死 混蛋,害我 不用怕,柳議員 炸彈是假的 我們令家要炸你 你死十次也不夠吧 對,快吧,柳議員 你那兩個手下受不了很久 快點給我 糟了… 糟了,怎麼會這樣 你這麼大膽還在車上等嗎? 已經殺到來了 出去下車了 快點死了,來找找 老闆,懂得異形換形 口渣誓 紅袋踩你出來 快點死了 在那裡,救命 打電話給他,看他能否炸彈 也好 各位老闆,我已懸命 我很大勢力 我可以把我最大的陳萬輝 他自然給你那份 我給你撿抱 你閉嘴 我今天來,就是替我爸爸報仇 別跑 褲子挺合你身 真真 偉爺, 這次幸好只有你 要不然我被陳萬輝那些傢伙 夾回新界 我想那個叉也沒得做 我跟你還有很多合作機會 我怎麼讓你有事呢 坐下, 喝杯茶 謝謝… 對了, 之前我想說 認識你那個後台老闆 有消息嗎? 其實我告訴他, 但他還沒回覆我 知道, 你真的靠不住 我拿個電話來讓我親自動說 不…我…我老闆很小心的 每一次都是他打電話我 我沒有他號碼 剛才我明明看著你, 慌勢勢打電話 如果你班舅的太遲, 又不像報警 還要打給誰? 還不是打給你老闆? 怎麼樣? 我去 打電話 打電話 不是, 拖仔 喂?打電話嗎? 喂, 女兒 Kager, 追不追蹤到電話信號的位置? 是牛頭角街市 街市? Ringman這位這麼蠢, 被我們跟蹤到 他九成九用的太空格 信號還轉迫了幾重 Ringman根本就不是街市 你不出聲不要緊 但我想你知道 你這個傳話人柳議員 剛才差點沒命 是我救了他 Ringman Ringman 雖然他撿回一條命 但他現在沒能力再控制到令氏班人 Ringman 令熊雖然受了傷, 無法回規 但這隻垂死掙扎的老虎 隨時可以反押你一旦 如果你下次再找柳議員 做你的爛頭髮, 我看怕下次你要替他收屍 雖然我輸過令熊 但他曾經害死過我兩個兒子 這個仇我一定要報 既然令熊一心去反你 不如我替大家合作, 一起對付令熊 令氏死了這麼多人, 已經緣起大傷 以前的同盟已經沒有留下的價值 我又要替你重新建立新的同盟 我擔保, 比以前大幾倍 到時候全香港, 你和我都玩了 不過, 玩法我不會跟令熊那一套 我會和你重新訂立新的遊戲規則 Ringman 別再閃閃閃閃閃, 你躲在背後 你出來, 我和你面對面的大家 一起說清楚, 好不好? 好, 我會再聯絡你 好, 終於引到幕後主腦出來 聽Ringman的聲音, 像是一個四十歲的男人 保險一點, 我們把全香港三十五至五十歲 政商界有頭有面的人物出來 讓我把這段聲音帶和名單裡有人作比對 希望可以鎖定Ringman的身分 但怎樣才能引到她出來呢? 最新劇集《逆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甚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看劇吧 每週五十歲的名單